据中东媒体6月16日报道,在最近一个月里,中东地区先后有6艘大型邮轮遭到来历不明的袭击。 其中最近一次两艘邮轮遇袭后还发生了剧烈爆炸。 随后美国和伊朗两国开始了新一轮的口注笔伐,双方的关系一度见拔武章。 美方认为这是伊朗为了扰乱全球石油市场的又一次行动。 而伊朗则指责美国策划了此举,以对伊朗发动武装入侵。 而在美伊关系紧张之际,全球二号强国终于出手。 日前俄海军大批军舰穿越海峡驶向中东地区增援,与此同时, 大批伊尔夫76和安124运输机野州也起飞飞向中东,卸下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士兵。 据悉白宫方面随后呼吁克林姆林宫保持克制,不要升级中东局势。 据报道,土耳其军方透露,俄军多艘大型登陆舰, 运输机和护卫舰日前穿越了博斯普鲁斯海峡。 从黑海进入到了地中海,他们的目的地是续境内的塔尔图斯军港。 报道称,这些俄军战舰装载了大批军用物资, 包括各种防空导弹、反舰导弹以及作战车辆。 据悉这些军火的一部分是支援阿萨德阵营。 后者近期对伊德利普的叛军物资发动大规模进攻,武器弹药的消耗速度非常快。 急血额军进行输血,而另一部分物资则是送给伊朗。 以迅速加强伊朗的国土防空和反舰能力,报道称, 在中东邮轮频繁遇袭之后,美国正在准备在该地区组建一支护航部队。 包括美军航母在内的主战舰艇都将参与。 此外多个地区盟友包括沙特、阿联酋甚至以色列都可能参加其中。 多国联军舰队将在波斯湾到阿拉伯海的广阔海域进行护航。 以保护商船的自由通行,同时避免发生更多的袭击。 但是俄军事专家认为,此举很可能是美军为了封锁伊朗海上石油出口的阴谋。 其真正目的并非保护各国商船,而是对伊朗进行新的封锁和施压。 五角大楼人士认为,未来还将有更多的袭击事件发生。 因此美军及其盟友可能将在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海域进行护航。 专家认为,这必将加剧美伊武装冲突的可能性,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只有33公里。 而双向的海运通道的宽度只有3公里。 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军舰在海峡来回护航的话, 和伊朗军舰或飞机危险接触的机会将大大增加, 两国爆发冲突的风险也将激增。 这对全世界能源市场的稳定都是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。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